日本近期的治安 是不是沒有以前好 真的很誇張 那是什麼事 因為我後來開始陸續聽到 很多帶團出去的導遊 他說以前治安好到 他帶團出去一定要帶很多現金嘛 是 然後他說治安好到說 他不用鎖保險箱 他放在行李箱裡面 甚至是攤開的 都不會有人動 這是他認知的日本 可是他說近期去帶團的時候 他說他一樣沒有放保險箱 可是那一天他出門的時候就覺得 還是把行李箱蓋起來 可是沒有鎖 回來現金都被偷了 是日本幹的嗎 因為這個 那個外國人越來越多啦 對 他說外國人 你是說工作人員嗎 沒有 就是你看 其實這個是警察有紀錄 因為那個就是其實在日本的 犯罪的外國人的比例比日本人高 就是人是贏 對 因為現在日本越來越退步嘛 那就是經濟也越來越不好 現在需要考很多外國人的力量 很多他們的動力在日本工作 但是反而就是治安變得不好 那你們自己日本人最近也會開始害怕治安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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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雖然是 看地方啦 就是大阪東京還是要小心一點 對啊 那時候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啊 他們那個臉醉漢 看起來像流氓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在凌晨1點多度 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在新宿喔 那邊很亂 然後我就當場 我要過馬路的時候 凌晨1點多 我就看到一個那個 就是一個馬路 它其實很小 差不多這邊到那邊而已 然後它還有紅綠燈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長得超像流氓的 然後喝了滿身都是醉球 然後走到那個 那個紅綠燈那邊 然後開始 就等紅燈你知道嗎 真的還在等紅燈 可是路名那麼小一條 他還是很乖耶 等了30秒之後 然後才過 這麼守規矩 超守規矩 流氓了 已經喝幫了 都還可以這麼守規矩 我們的保守組一樣啊 保守 好可愛 十歪歸十歪 但還是滿乖的啦 這滿好的耶 有規矩 對 我講的真的非常有說服力 怎麼說怎麼說 我跟你講真的有一個地方 很恐怖 你開了酒吧 哪裡 就是台灣的KTV 就因為有你啊 明明就很安全 奇怪 我自己吃個牛肉麵吃 然後就是有從朋友回家 還被拍 對啊 都恐怖 你不能因為你被拍就這樣啊 對啊 你不知道這是新聞嗎 請看您姐 好了 我跟你講因為 我說真的 台灣的那個KTV 因為第一個 林檢 因為我在日本的KTV 裡面從來到現在 沒有被林檢 沒有嗎 那牛郎店呢 牛郎店也有說那個 就是騙客人太多的話 好啦 沒有 也是沒有 都沒被抓過來 林檢多才安全吧 怎麼會危險 不是啊 林檢的意思是有很多壞人 所以來警察來嘛 因為日本的話比較 我是真的比較少聽到 就是酒吧裡面有小拖 或許就是也有人就是 就是我們攻擊線應該就是殺人 就是人家是殺人的一年一兩次而已 所以 但是在台灣常常聽到就是 就是被殺啦 或許就是小拖啊 虐童啊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起來啦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安全 而且 日本呢 晚上呢就是小班牙女生啊 就是走路自己走一走 沒什麼 就是很危險 沒有危險 因為我們下下都沒有人 可是你們日本雖然平常很安全 但一發生事情就是連環殺人案耶 真的 這個喔 因為喔 這個喔 我覺得是他們從長啊 就是因為我們日本人很會忍耐 那喝酒 那比如說腦勢也還好 因為你看 日本的新宿那裡 幾乎就是自己 就是睡著嘛對不對 很會忍 但是有些人就是某些點的時候 大爆炸 有一次我在做那個殺手線的時候 就是看到就是大概五個小流氓啊 然後講話很大聲 然後就哈哈 整天在 在笑 我在想說哇 這感覺是很奇怪的人 我在聽 結果他們就是聊到 我上個月那個被轉到肋骨斷的 我就是他 我拿到已經配了一百多萬日幣啊 什麼事 我說他在講什麼 我就越來越好奇 結果就是他們是專門專業的 就是假車禍的 然後他算是 就算是黑道啦 但是他們是一個團隊 然後就是看好就是他們聊一聊 然後 今天 腳斷就好了 但是日本人就是 真的是去賺到 真的受傷喔 不像你的那一種 碰那一種 鼻肉傷那一種 日本比較敬業啦 對 因為日本的那個 十四求四 對 生命很貴 就是說 比如說就是賺十一個人 是幾千萬那一種 不是不像台灣幾百萬喔 是日本的是非常貴 所以而且 對那個開車的人很不利 那就是也是路人是對的 不管是路人對 所以一段時間 很多那個叫車禍的 專業的 而且是都是黑道 然後他們是哪一天聊到的是 那個公里的出口有沒有 就是地下室的停車場出口 他的意思是在角落在旁邊 然後晚上上來的時候 因為地下室的停車場就是車禍 不敢 不是發力意外的事情 所以這個比較難拿到錢 他的意思是 出來 比如說一右邊的時候 他的死角躲起來 然後這樣子撞 真的他們好 這個躲不掉耶 地下停車場 一出來一右轉 快 就中了 這真的來不及了 對 停車場 就是大概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的流行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開車就是 比較小心 那你後來怎麼戒掉這個工作的呢 因為 後來那個行車記錄機太多嘛 然後常常被拍的 不是我啦 好 所以你是被科技打敗 對 我做法太傳統 對啊 是 我在看來台灣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不太會講中文 然後呢我在迷路 我在台中 然後就是我問一個警察 然後看好那個警察 會一點點日文 然後就是 他就說 馬直 左 右 就是 左掌 右掌 就是比較複雜 他自己的那個警察 然後摩托車停在旁邊 還被我聊天 還被我走到裡面 對對對 然後他 他還打電話 那個他很會講日文的同事 就是用他的手機跟我溝通 對啊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剛剛同事講說 我現在發現一個可疑的日本人 什麼啦 風衣對著人家的窗戶 一直把風衣打開 沒有 然後還有就三個月 就是我小偷嘛 我人家小偷嘛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就是其實 像那一種小事情 警察不太會理 其實日本也是啊 結果那個警察真的很熱情 你是他幹嘛在那邊開的嗎 我知道就是他也知道我是誰 然後就是很熱情 因為你常去他們那裡嗎 對對對 三幾次被抓 好了 不是 他很熱情的 然後很快是我那個小偷 三個禮拜已經抓到了 真的喔 到底是誰 就是小皮 沒有啦 就是一個 最近就是 其實 專門就是拖那個 九 九的那個 現在是有一個 一個團隊 真的喔 林桑佩倫那邊也是啊 就是很多那個電車被拖啊 所以你有突破了一個大案件耶 對對那個警察啦 不是我啦 那個警察 對 又抓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台灣警察人很好喔 除了我們常常會在新聞上面看到說 台灣警察很樂意的幫助來台灣觀光的朋友 或是說住在台灣的外國朋友之外 台灣人他們幫的也是超樂意的 我記得好幾年前有一次我去高雄 自己一個人去靜香 然後就不熟悉 然後就走一走 因為他是不是在市中間 是在比較偏遠那種住宅區裡面就對 然後我就坐計程車 然後那計程車也大概被我指揮得很煩 就半路啊 就把我趕下車 就說就這邊了 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這樣 可是我很慌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巡邏隊的警察 他反正就是騎摩托車經過 他說小姐怎麼了嗎 因為他就覺得 我好像很急 然後看著手機找不到方向這樣子 我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要去那個公廟在什麼什麼位置 可是因為我不熟 我也才剛剛下高鐵 我說可以請妳幫我嗎 那警察二話不說摩托車停了 人就陪我走過去 大概走了快半個小時耶 快半個小時 而且那天超熱是夏天耶 人超好的 走到了 因為他也不放心我坐計程車 他怕我講不清楚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就陪我走到那邊去之後 他自己就走回來他的車子這邊 好好喔 很大心 但剛剛講說那個台灣警察可以很積極幫你抓 那日本警察是碰到這種事怎麼辦 基本上他們也是SOP 那通常就是東京的警察的話就是簡單 就是平平淡淡的處理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有時候就是 我的之前外婆 然後她就是有一隻叫受傷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剛好我們大家就是不在日本 就是大家旅行 結果那個警察就是幫他處理 因為那個外婆就是年紀大嘛 他是那個早上跟晚上還送便當給他耶 喔 比較熱情啦 鄉下比較熱情都一樣 你也很貼心喔 比較熱情 那日本警察是怎麼讓你說出案情的呢 對 因為就是因為我做太多壞事 所以他們放棄資料 好了 放棄資料都有 有一次就是經驗 就是很特別的經驗 我在那時候大學 而且在東京 發現那個我剛幫你約 結果發現 我的那個 我的皮包掉了 沒錢 完全沒錢 而且 我看去東京 而且是離家裡比較遠 然後呢 就我沒有 現在沒有錢嘛 然後我去警察區 不好意思那個 皮包掉了之類 就是聊一聊一聊 他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先借你一萬塊日幣 但還借錢耶 那你有還他嗎 有啊 當然啊 就是 所以就是 他借他之前 先把他的身家都被整個調查 調查清楚了 對 那你用這樣的方式 借了多少錢 差不多六萬塊 沒有 沒那麼壞 但是就是 哇 那個警察好親切喔 然後我跟他說我心裡想說 應該不是東京 你一直說東京 東京人很傲慢 然後你又說東京警察很親切 不是 應該是他從 OK 但是你們的警察取外號嗎 日本的警察是叫做 或是警察 這個是正式的 對 警察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那個另外一個警察的錯誤 是 的意思是 輪 輪帶的輪 或是滾 搖滾的滾 意思是 日本警察 一樣的地方一直滾來滾去 所以我們 很像掃地機器人這樣 有一點 會一直circle一個循環 但是這個比較難聽喔 如果 OK 就是加個 加上 OK 但是我們就是 高中的時候做法也是 就這樣 被抓 對 在日本的時候 他在路上 開始跟路人吵架 這個路人都不會 會醉 但是他們 吵完以後 他們 我朋友就決定去回家 回家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日本人都在他後面 很 比較遠的 比較遠的距離 但是他都在後面 不久以後 我朋友就發生這個事情 他的門口前面 早上就每一次每一天都有很多一包一包的垃圾 對 最後他看一個鏡頭 看鏡頭 就發現這個日本人每個夜裡來他的房子 他的 門口 對 家的門口放 垃圾 垃圾 所以其實我覺得 日本人他們很會 那這個攝影機拍到 是不是一個 穿黃色紙條紋 戴紅色 還在寫老虎 對 有一些小鬍子 對 而且問我們台灣朋友有多一點垃圾 你可以到四明路 四明路 三段 四明大道 四明路 四明路 日本人喔 真的會讓人家會覺得害怕 因為他不是衝著你來 他真的是按著來的 像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們住宿舍嘛 那我英文不好 我就常常被韓國人笑 然後有個日本女孩子 因為我們兩個英文都不好 後面我們兩個有一點點變好朋友 我就到他宿舍裡面去走了一下 我就看到桌子上面有一隻娃娃 很漂亮的娃娃 就是那種普通的布娃娃 還有額頭 我想說那個就是我們 縫衣服的那個針針嘛 沒什麼呀 針針啊 然後我就想在桌子上面 想要拿起來看一下 有 後面是那個韓國人的名字 韓國人的豬 而且豬 我還記得那個豬 三點水的豬喔 我就說 這個是他的娃娃嗎 我說那是他的娃娃嗎 他說不是 只有這個耳環是他的 對 那個娃娃 旁邊戴了一個耳環 是那個韓國女生的耳環 然後他還在笑笑的說 他還笑笑的說 誰叫他一直要笑我們英文不好 好 我看他的英文有多好 他嘴多會縮 就扎他的嘴 金秉齋 你是不是回去了 來找我們 好可怕 不是我 嘴巴有刺痛嗎最近 不是 而且問題是他非常的地道 他還知道 拿他身邊的小物 放在他的娃娃身上 你看他多恨他 走遠 所以金秉齋你不要得罪夢多 我跟你講 真的 夢多現在床底下有好多個金秉齋 沒有 但是這個時候說明一下 就是說當然是 這個東西叫做 娃娃人形 娃娃人形 娃娃人形是那個草 就是用草 草渣 就是很那個很久之前 所以日本真的有這個傳統 有有 這個真的很恐怖的故事 三百年前就是江戶時代 很恐怖 大師吧 曾經病 就是他通常是他們用 比如說 什麼意思 就是用 你旁邊那個頭髮很多 對 就是一根頭髮 有沒有 然後或者就掉了頭髮也可以 就是用那個 用草 草作的一個娃娃 對 然後放在裡面 然後半夜三點 在那個Sakura的後面 用釘子 釘他 你趕快去死 趕快去死 真的假的 這個故事我也是就是我們 很日本的很傳統的公布的故事 他是真的會有 我有看過 所以你現在床底下 有多少個稻草人 六百個 兩百年太多了 六百個人 你們不要叫小白 小白也沒關係你放鬆 我說 因為我在日本住過三年 然後在那邊 真的啊 對 在那邊的最大的 電視台工作 他們才不會歡迎外國人 完全不會 他們排外其實非常排外的 對對對 他們就這樣子 他們就是如果你去那邊旅行 他們覺得很歡迎 然後就很加得友善這樣子 喔 我歡迎你喔 就這樣子 然後如果他們懂 你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 你就是變自己的人 他們就會很討厭你 他們就馬上會給你知道 你是外國人 就這樣子 就很嚴肅 他不是很喜歡 你們這種外國臉孔的嗎 你看他們的雜誌啊 對 電視節目啊 他們很愛 但是你去工作的時候 他們一天會告訴你 喔 你現在接了這個工作 因為你的量 因為你像 白比娃娃一樣這樣子 對 他的意思是他們崇拜 可是不歡迎你變成韓國 日本跟韓國一樣很排外 就是說喜歡你這文化歸 也不是文化 就是喜歡你拍出來的樣子 歸拍出來的樣子 但是你永遠不會是我們自己人 對 然後他們說他們會聽你的意見 他們才不會 你就跟老闆說 我覺得今天可以這樣這樣 他們會說 喔 好可怕 然後韓國之後他自己覺得 對 他完全不會聽你說的 不會管你 是不是 我說對吧 也滿是 這是有距離感 有一段的距離感 這樣子嗎 所以我們永遠都會 成為你的自己人嗎 不會 真的 永遠都不會 要花很久時間 真的是這樣 多久 對啊 連你就嫁給一個日本人 然後在台灣住十年 對 大概是十年多 不管怎樣 你還是外國人 真的 所以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離開日本到台灣 我在台灣覺得 我找到了一個家 嗯 但是在日本沒有這個感覺 我們都把你當家人 但是我 謝謝 太快了 大家都會覺得日本 可能守規矩啊 有公德心 是數一數二 街道很乾淨 其實我自己去東京的時候 在那個下谷附近 有一座橋 下面發現都是垃圾 其實很亂 那個 便當盒啊 汽水罐啊 都一大堆 所以 看不到的地方 還是會有垃圾 對 其實看地方了 哪一個地方最沒功德心 你覺得整個日本 這是觀光景點的地方 是比較那個垃圾桶 也準備很多 然後比較大的地方都有 可是 就是 進去一個箱子裡面啊 就是比較小的地方 應該是直接這樣子 哦 是嗎 所以日本不見的是 我本來也以為 就是日本人 就是很有公德心的一個國家 但是因為我也是聽朋友講 因為他在台灣是開服飾店嘛 然後 日本的觀光客就來台灣玩 然後他就去那個服飾店 想說日本客人都很有禮貌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沒想到日本客人進來 就開始亂翻衣服 就是架子上也亂翻 然後那個桿子上也亂翻 然後還會把那個模特兒身上穿的衣服 直接扒下來 因為要買啊 怎麼都直接 消買啊 還沒喔 然後他後來就進去試穿 因為試穿他們都會準備頭套 然後後來 那些衣服試了一堆 然後也沒有買就走人 後來那個老闆娘進去看 頭套根本沒有用 然後去檢查他那些衣服上面 都是化妝品的 都弄髒了 然後人就走了 就我聽了也很意外 因為我真的以為 日本人真的是很禮貌 但是我也聽過好幾個人就說 怎麼不用頭套呢 日本人 就是他們的邏輯是 日本人做服務業是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是要服務你 然後靠你們賺錢 但當他們是付錢的那一方時候 他們就會比較多 我有發現這件事情耶 我有發現 日本人出了國之後 有好像變一個人 不一樣對不對 真的 日本人出了國 你就會發現他們也會插隊 然後呢 對啊 我已經最近碰過好多次 都覺得 怎麼可能會是日本人出的事情 對 我都會傻眼耶 因為在日本的那個 生活壓力很大 一直被打一打的 就出國要飛啊 出國就 衣服亂選 對啊 亂尿 所以其實日本人 那個頭套的事情 其實我也是 我沒戴過 沒有用過 對 沒有用過那個頭套 那你會沾到衣服嗎 就是我會努力那個離開 可是不知道後來會怎麼樣 他們在國內會這樣 就慢慢的套 出國就 對… 對… 弄在衣服上 剛剛那是蒙古租灑的 好可怕喔 那你覺得在日本的哪一個城市 你覺得最沒有公德心 可能是東京吧 大都市 因為其實東京很少有東京人 喔 都是從外地來的 或是觀光和很多 夢多也是用這個理由耶 對 說東京很少本地的 對 對 所以終於有人來接棒得罪東京 我覺得日本的男生 就是有些穿西裝的男生 杜力 杜力 我真認真聽故事 你剛剛都沒那麼認真喔 杜力 因為他們的故事沒有那麼好玩啊 OK 對 有些就是穿西裝的男生 穿黑色的衣服的男生 就是大部分的男生 就是為了工作 為了想要賺錢的男生 我上次我在 我回去日本的時候也有 就是一個男生 就是突然靠近我 然後跟我說 妳有沒有興趣AB片的工作呢 AB片 當然很討厭 不想理他 然後突然跟我說 如果妳拍 妳很討厭還是有一點想法 沒有 很討厭 當然很討厭 對 我以為那個男生 就是只有我一個人跟我說話而已 以為 那後來就是我不用理他 然後馬上離開 那他馬上另外一個其他的女生 看起來長不好看的女生 跟他說 有沒有興趣AB片 拍AB片的工作呢 所以真的他們完全沒有看人 這個女生 那他開多少錢 他說 日幣 台幣 所以日幣大概一百萬 一百萬 三十萬日 台幣耶 台幣 拍多久 欸 妳問他們詳細幹嘛 什麼拍多久 但是每一個工作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對 對 所以覺得 會戰到六日嗎 會戰到六日嗎 六日要帶小孩是不是 對 那我去日本也滿常被搭訕 但是我被搭訕就是 有一次是在那個新宿的歌舞基丁 而且是大白天 因為我去那邊吃一家烏龍麵 然後就有一個穿衛生褲的大伯 好時尚喔 就是說 嗨 然後一直問我要不要吃 要不要去吃鍋物 然後我 然後因為那時候其實我跟我的反應 走在一塊 吃火鍋 對 然後我就 因為那個時候很流行膠原蛋白鍋 然後他就問我說 要不要吃膠原蛋白鍋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NO... 然後他就 哇塞 他要帶妳去補膠原蛋白 好可怕 然後我就走很快 走很快 因為是在...就是在歌舞基 雖然就是大白天 人沒有晚上那麼多 可是 就是還是 一直被一個人這樣子圍隨著 跟隨著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穿著睡褲 對 很像怪叔叔 而且他上衣就是穿家裡的那種 汗衫的那種白色睡衣 所以年紀真的大 年紀真的大 就是真的是白頭髮那一種 然後也還有一點點駝背 日本的前輩 就是學長 很會照顧後輩這件事情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然後... 還好... 好 然後其實很多節目 很多連續劇 很多廣告其實都有提高 都假如後輩出了什麼事 失敗什麼事 前輩會有講一句話 你錯...你錯沒有關係 我來招 你要衝 我來幫你當你的背景 其實很多日本的... 很多人以為日本的前輩學長 都會這麼做 那的確是這麼做 但是以前... 以前啊 我有一個朋友啊 在日本上班 他上班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學長 就是善師 非常好的善師 他就跟他說 剛剛我說的那一些 然後... 而且... 很多人也跟他說 其實那個善師是非常好的 他是其實非常好的丈夫 非常好的爸爸 很會照顧 而且非常... 而且照顧學弟的 非常好的要命的那種 結果呢 只是都是長官面前而已 只有都是長官面前這麼做的 他後面做什麼 他的工作全部退給學... 那個我朋友 到他的那個... 那個部下 對 他全部退給他 然後他做錯了什麼 他就直接罵得要命 然後... 但是跟長... 沒有 他其實不是故意的 是 他不小心這樣子 所以不要這樣弄他 然後... 他還利用了他的人脈 去壓住他 然後他背後一直用他的什麼 講壞話幹嘛的 一大堆 壞事一大堆 結果呢 我朋友直接 發那個... 刑事的那個... 那個病 他就不能上班 心臟病 不是心臟病 那個... 壓力太大 對 他直接不上班 所以其實日本的... 日本人啊 我講我不說日本 日本人的當學長 或當前輩的人 就是最恐怖的 可是我覺得他今天 一直都想抱怨夢多 只是他一直都... 我沒有... 我沒有說他... 他好的... 他非常好的 他有帶領你嗎 還是他有在壓榨你 沒有... 他是對我非常好的 每天跟我說什麼 早安啊 你最近好好的 太多了吧 就是剛剛有點假耶 這才假 真的是不是 派德龍那你現在坐日本 你有覺得日本男生心肌很重嗎 我在那邊七個月了 我... 一個朋友都沒有 所以... 你覺得是 所有日本人的問題 還是有可能是一個朋友 沒有... 其實他在台灣的狀況也是一樣啊 我的結論是 他們不是心肌是刺皮症 七個月完全不知道 日本人的心裡面... 心裡面有什麼 去那個... 日本玩的時候 我在路上幾乎沒有人呼叫 因為曾經我遇過就是 有一個日本人在走路 然後拿著咖... 有一個日本男生走路 以後拿著咖啡 以後碰到那個女生 以後不小心把那個熱咖啡 碰到那個女生 但是日本人... 就是那個日本女生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 怎麼大聲大叫在戒傷 但是反而周圍的人 就是覺得那個女生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說那個女的已經被熱咖啡 潑到他還不能叫喔 他還要憋住 他還要憋住 對耶 你講到重點 在韓國不是嗎 因為我們在路上 就是在那個路上 就是那個公... 是很公共的地方 或是還有其他的人在... 公共場 公共場的地方是 我們真的不能講得太大聲 可是他被那個咖啡燙到耶 沒有... 不是... 不行 不行 所以我可能是那個... 有壞人啊 就是我們會誤會 而且就是在路上叫大聲 是有一種就是很... 不禮貌的事 如果是壞人把咖啡 倒在你的身上的話 就是... 沒有啦 不一樣啦 如果在街上有個小偷 忽然間把刀插進去 你還會這樣 所以我一代...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 那又不能叫 那路上被怎麼樣不能叫 那這不是... 不是... 便宜的夢多 不是... 不是啦 這樣到了 我的遺憾啊 應該是不是... 所以你在路上被搶錢包 你會這樣... 無聲的叫 這好事啦 不是啦 意思是... 當然是自然發言 啊 OK 他是...就是... 你的音好高哦 講完之後 我不能說 為什麼你沒在看我 在... 很多人... 這個女生是神經病 所以要自己呼吸自己的嘴巴 對 所以電車吃汗才可以這麼氾濫啊 因為在... 在電車裡那些女生被吃豆腐 他們都不敢叫嘛 都不敢然後... 都不敢有什麼場面對不對 你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來回答我們 對 你自己在做吃汗的時候是怎麼樣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先的時候先那個開金套在旁邊 然後游走 沒有這些事情 但是講得有道理 因為日本人是不敢講 講得有道理 不是,對 因為那個不敢... 不敢叫 對 假裝我是電車吃汗嘛 如果我... 這樣子摸著你 他是乘客 對不對 那你會怎麼樣 不是,你要從... 你要從接觸開始 開始摸 對 預備 不是 你在高興耶 你有沒有在高興耶 你有沒有在高興耶 你真是興奮啊 你真是興奮耶 你有在高興耶 你在幹嘛 就是... 想要叫 但是... 想叫又不能叫 我現在找人有沒有看到他在摸我 所以不... 第一個是才要找... 你在幹嘛對不對 對 他是...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你要叫別人看是不是 然後可是很巧的是 整車都不會有人看到 而且... 而且在... 沒有 沒有這件事 走哥來說 你很高興嗎 不是 夢多 夢多 在日本的... 在東京的捷運 你也不可以... 不可以打電話對不對 不行 你要傳電話給警察嗎 你被赫少俠傳染然後被電話 你不可以電話 如果加電話 你... 你講電話剛剛 現在 喂... 被蹬 好複雜 沒有那麼誇張啊 好複雜 沒有那麼誇張啊 怪怪的 他的戲好有層次哦 很多內心戲了 你嚇人罵我講電話 因為都被摸 他又很高興 一直在轉折 因為他有長演這種戲嘛 他有經驗嘛 有經驗... 對 他是說真的 我們是... 就是只有女生不願意講 男生如果碰到這樣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講嗎 不會 日本現在大部分平均 得憂鬱症的人 或是在看心理醫生很多嗎 很多啦... 很高啦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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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